一日,护理长正好刚结束社区健康检查巡回服务工作,要返回卫生所途中,突然见到一名熟识的社区民众正气呼呼走过来,护理长立刻走上前关心。 黄太太,发生什么事情了?看你气成这个样子。 护理长,你来得正好,可以帮我评评理。我们居住的大楼里,同楼层邻居家施工,施工时大门都会开着,而施工的工人整日都会一边吸烟一边工作,烟味也都会飘散到同楼层以及临近楼层屋里。 这样的情况影响了大家的居家卫生以及身体健康。我去请他们不要吸烟,他们却不理会,还对我说,又不是在你家吸烟,管这么多做什么。 哦,你说气不气人? 这类的情况,时常会出现在生活周遭,而且也不是没有法规可管哦。 真的吗?所以说虽然不是在我家吸烟,但是我也可以检举禁止他们继续吸烟咯。 是的,因此你不用担心自己会继续受到烟害。 根据烟害防治法规定,施工场所定义为室内工作场所,只要超过三人,就是属于法规第十五条第十二项所规范的三人以上室内工作场所禁止吸烟的范围。 所以,你可以透过检举电话,0800-531-531,请求协助处理。 这样不但可以顺利解决问题,而且还可以让自己免于烟害哦。 太棒了,那只要受到烟害,都是可以主张自己权利,我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号码。 哦,对了,哦,还有一个问题,即使我常看见我们社区大楼有一位孕妇在中庭吸烟,但是因为那是个人的行为,我也不好干涉。 不过总是觉得这样对她肚子里面的胎儿不太好,不知道像她这样吸烟,有没有法可以规范她呢? 孕妇吸烟已经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 第一,我们国家有制定相关法令保护胎儿不受伤害。 其中,烟害防治法第十二条就明明白白确定,禁止孕妇吸烟。 第十三条还规定,任何人不得强迫、引诱或以其他方式使孕妇吸烟。 所以,孕妇吸烟绝对是要被禁止的。 因此,要是你再次遇见这样的情况,我建议你也可以利用检举专线,透过相关单位协助,让孕妇戒烟保障胎儿健康。 哦,原来孕妇吸烟法规也有强制的禁烟规定哦。 看样子要推动无烟害环境,真的要全民动起来。 没错,透过烟害防治法的规范以及检举专线,协助我们远离烟害,可以让大家更健康哦。 请点按左方选单继续看。